先府社劳处在浴室里举办 性别暴力社区初级预防推广成果展 除了动静态成果展现 并将性别防治观念融入在区域游戏 增添与民众的互动 希望让大众了解本县各社区 性别暴力防治宣导成效 性别暴力社区初级预防推广计划成果展 结合闽南、客家、原住民族、新住民族群与文化 元素、各社区以歌仔戏、琴庆剧、乐器演奏 舞蹈等方式进行防暴动态展演 期望借由活动将零暴力、零容忍的意识扎根在社区 先府社劳处科长张嘉文表示 活动从105年开始 卫福部为了推动家庭暴力反制相关工作 邀请县内各社区作为总指社区 来推动社区防暴 今天办理今年度的存活展 草屯镇的玉子社区结合我们县内的另外七个社区 然后办理了一个家庭暴力、性别暴力的社区 防治成果展的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是由 105年开始 卫生福利部为了要推动家庭暴力 防治的相关工作 然后就是请我们县内的各个社区 当作种子社区 来推动这个社区防暴然后在今年度我们由玉石社区 然后草屯的新错社区、敦河社区、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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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竹山的中崎社区 还有埔里的一新社区以及三合福星协会等来推动 然后今天是办理今年度的成果展活动 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成功 另外还有结合新著名的美食、佳肴以及相关的活动 然后活动非常的精彩 然后包括了歌仔系的那个防暴的一些演练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宣导 然后希望就是能把这个家庭暴力防治的这个种子宣导的种子 然后散播在我们南投县的各社区 然后也希望这个活动顺利成功 谢谢 中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表示 希望从社区开始做一个防暴雷达 让社区更为安全 让小孩知道防暴自主的知识 社区内大家也必须和睦 互相帮助 绝对不能沉默 以免成为家庭暴力的共犯 我们做这个防暴计划 是由于说能够希望说 从社区开始做一个防暴雷达 然后让社区能够安全一点 然后就是让小孩子能够知道这个 防暴自主的这一些知识 怎么去预防 然后怎么去保护自己 然后我们社区 就是要大家要和睦 然后有什么状况的话 都能够紧急互相帮忙 不要沉默 你如果沉默就是 跟这个家庭暴力是共犯 你不能不敢讲 你要是不敢讲的话 你会伤害到这个孩子心灵 他以后慢慢长大 可能也会复制这样子的情绪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小朋友的教育 就避免他 就那个间接的一些 间带的那个 什么 间带的那个循环 不要再暴力一直 一直复制下去 社区自发性发挥集体创意与活力 让家暴仿制观念宣导 形式更多元活泼去归 并且搭配传观活动 宣导家暴仿制观念 现场更有新著名关怀协会准备的美食 供民众享用 让参加的民众边吃边玩 边看表演 还兼学习仿暴知识 唤醒民众对性别暴力仿制的重视 记者陈云自曹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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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